这场永远参加不到的婚礼 在沉重的气氛中仍然照常举行 会场布置人员说 前一天听到消息也很震惊 从来没碰过这样的状况 新郎悲痛的发出声明稿说 因为婚宴早已经排定 在沉重的心情下 忍痛完成 简单进行 为了哀悼同学 伴男和工作人员改穿上白衣 并且在出门前 在家外默哀三分钟 沿路迎娶不放鞭炮 表示对同学最高的哀悼 婚宴洗开四十桌 新人仍然为无法参加的同学 保留桌子 正因为他们感情非常好 意外的发生 让这对新人难以接受 发生车祸的七个人 跟新郎新娘 都是明传大学同班同学 新人是在毕业之后 才相恋变成班队 因此这场婚礼 是另一类的同学会 其中一月 新娘订婚时 感情最好的詹梦珍 原定要当伴娘 却成了这次车祸的 唯一生还者 新人和车祸伤亡的 这些同学们 虽然已经毕业八年 但感情深厚 新娘的订婚宴中 还扮成白雪公主 蜘蛛人等上台表演 在同学的搞笑包围下 新娘洋溢至幸福 满脸笑容 这次七个人提前一天 从北部南下 原定要跟定居 在台中的同学聚会 隔天再去参加婚礼 却没想到 在半路车祸六死一伤 新人虽然照常进行婚礼 但全场挨到三分钟 穿白衣服 来表示最挨痛的心情 记得陈梦辉彰化报道